感情世界和油管的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8号星期四 亚太时间是6月9号星期五 高考第二天 这个热度还是远远比不上成都太古街的牵手逛街门 昨天中石油胡继勇被免职这个词条微博阅读量就超过了13亿 甚至都已经火到了国外 有外国的网友用英文发帖表示 与女性牵手逛街国企高管被免职 如果不是新郎微博撤下热搜 并且往下压这个热度 相信远不止这个数字 今天这件事仍然在发酵 仅董某某被停职这一个词条的阅读量 截止到当地时间晚上的9点半 就已经超过了9亿4千万人次 有大陆媒体资深记者表示 微博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过花边新闻 超过高考热度的情况 有人结合牵手逛街门和高考写了一首打油诗 有人还把它称为是高考最励志的短文 这么写的 孩子你要好好考 考好以后当领导 穿皮鞋戴金表 领个美女满街跑 在这件事高烧网络之际 中石油和中石油大学都做出了回应 成都方面也出台了禁止接拍的动作 而且接拍摄影师小米可能会遭受到处罚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网友爆出的一些新料 一个比一个轰动 根据昨天环球公司的通报 胡锦雄已经被免去了公司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和总经理的职务 环球公司的动作之快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中共第十巡视组 仍然在中石油天然气集团进行巡视 在网络发酵之后 有人拨通了中央巡视组的电话 举报人是一名环球时报的记者 他自己录制了视频 并且还附上了向巡视组举报的通话录音 但是因为有版权问题 所以请大家原谅 我不能在油管这边跟大家分享 大家如果想看这段视频的话 可以到干净世界的新闻看点频道去看 在干净世界那边 我会把完整的视频都呈现给大家 网址链接就在油管视频的下方 大家只要点击就可以顺利的到干净世界了 我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录音的大概意思 是说这个环球时报的记者认为 胡继勇牵手小三逛街被揭拍 董思锦还曾经在网上炫富 让人怀疑他们之间有不正当的金钱往来 希望巡视组调查调查 我们来听听举报人的说法 以及他和巡视组接听电话人员的通话录音内容 举报者自称是环球时报的记者 所以我担心可能会有版权问题 所以我们对视频和声音都做了一些处理 这是环球时报记者完整的视频内容 从这个录音中我们可以知道 胡继勇完全是顶峰作案 中央巡视组还没有巡视结束 就忍不住牵手小三去逛街了 这一方面让人怀疑 中共的巡视组是真的反腐败吗 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说明胡继勇的问题 大概是半公开状态的 否则他这种畸形恋情 怎么敢堂而皇之的牵手招摇过市呢 而且还是在网红城市成都的热闹繁华街头 再有小三和远配都在同一家公司 都在胡继勇的手下 这世上会有不透风的墙吗 我不清楚中共巡视组会不会调查胡继勇 也不清楚会不会处理胡继勇 因为这个人非常神秘 人们遵照黄老师的挖呀挖呀挖 搜遍了整个网络 也挖不到什么关于他那些有价值的信息 这就让人感觉到非常奇怪 在昨天傍晚 环球公司对胡继勇呢 已经做出了免职处理 免职就是免去或者是建议免去担任的党内外领导职务 性质上是组织处理 免职的后果呢 一般就是在规定的实现内不再担任领导职务 职权和职责范围相对减小 但是在这期间可以安排从事临时性的专项性的工作 但是职务层次不会变化 并且不必然会降低级别和工资待遇等 然后呢 过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又担任其他的领导职务 所以环球公司对胡继勇的这个免职处理 谁知道是不是对他的特殊保护呢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 胡继勇作为男主 作为国企老总 网络上关于他的资料是少之又少 我查遍了网络 几乎查不到他的信息 就连最基本的个人履历都看不到 有在大陆工作经历的朋友呢 可能知道 在任职某个中共领导职务的时候 当局会公布任职人的简历 任职之后会有一份公示 而胡继勇作为国企的老总 竟然没有任何公开信息 甚至他认知国企老总也没有公示 这正常吗 他是凭空曝出来的吗 胡继勇究竟是什么人呢 他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呢 什么样的学历呢 是不是涉嫌贪赃亡法呢 他升职国企老总的这个背后大哥 又是谁呢 所以这些一系列的内容啊 都是人们高度关注的 网络上查不到 但是有网友呢 向我爆料 胡继勇在升任国企老总之前 是一级注册建造师 网络截图中显示 2017年11月29号 胡继勇正式成了环球工程项目管理公司的 一级注册建造师 2021年3月12号延续注册 有效期截止到2024年的3月11号 百度百科对注册建造师的解释是 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 和施工管理关键岗位的职业注册人员 建造师注册受聘之后 可以以建造师的名义 担任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的项目经理 从事其他施工活动的管理等业务 建造师的职责是 对工程项目自开工准备至竣工验收 实施全面的组织管理 我给大家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吧 注册建造师的权利是非常大的 从工程立项开工到最后的竣工验收 一切都是建造师说了算 也就是说建造师有对工程和施工人员的生杀语夺大权 这是一个肥的流油的实权之位 应该说能注册成为建造师就已经不容易了 而胡锦勇成了国企一级注册建造师 这就更让人怀疑他背后会不会有大哥关照呢 其实这几乎就是不用问的 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事 今天河南的一位姓刘的律师表示 节拍的视频或照片若刊登在社交媒体上 必须征得肖像权人的同意 否则涉嫌侵犯他人肖像权 即使目前原作者将该视频删除 但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依旧在网络上呈现扩大的趋势 若当事人追责 拍摄者仍将承担侵权责任 这位刘律师呢 是我目前看到的唯一的一个这么说的人 认为街拍对人造成影响后 拍摄者需要承担责任 如果照刘律师的说法呢 其实这个胡继勇是不应该被免职的 应该给他恢复职务 我还看到这样的消息 说最新通告 中石油环球项目公司董事长胡继勇 与董思锦指示统事关系 据说中石油查证 摄影师张某在春析路街拍 发现闲逛的胡某级同事 遂央求二人做他的模特 假扮情侣 胡某起初拒绝 并明确告知他们是普通同事关系 怎奈摄影师苦苦哀求 胡不忍 遂好心 帮他完成街拍 消息中说呢 虽然是一场误会 但也暴露出胡某 作为党员干部的不成熟 对此给予胡某严肃批评 并举以反三 要求公司上下要引以为戒 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 还感谢广大网友对公司的关注 我没有办法证实这个消息是不是真实 不排除可能是网友在恶搞 但也不能排除确有其事 因为这个帖子当中的说法的确有一些档味 否则那个街拍的摄影师小米怎么会被吓到 将自己的账号设置为私密状态呢 而且今天大陆媒体报道 涉事地点成都太古里已经明确禁止 未经允许街拍 声称是保护个人肖像权 这实际上已经是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了 网友早就猜到了当局可能会全面整顿乱拍 瞎拍的街拍行为 有人还甚至拿出了太古里2019年禁止商业街拍的消息 以证明这个规定不是最新的 而是以前就有 表示他当时就要求商业拍摄需要跟市场部门申请报备 如果游客觉得街拍侵犯了隐私权或肖像权 可以找拍摄者删掉 或者是找物业或保安人员来协调处理 就算是太古里早有规定 但是我们相信这个规定并不严格 甚至可以说是形同虚设 因为太古里的街拍现象非常的夸张 非常火热 有网友晒出这么一段视频 一位穿着前卫的女子在步行前进 随后在她周围就出现不少的摄影师 或者是用相机或者是用手机在对她拍摄 为了拍到满意的画面 有的摄影师甚至需要匆忙的跑向她的前方 闪光灯不停的闪烁 而那位女子的旁边就有一名戴秀章的工作人员 她没有对任何的摄影师摄像师进行任何的阻拦 我们再回头来看胡继勇和董思锦的接拍视频 网络视频的截图中显示 现场追着他们拍摄的摄影师摄像师至少有五个 而且在另一段视频当中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人已经交换了位置了 董思锦还曾经跟街拍他们的摄影师摄像师挥手打了打招呼 也就是说胡继勇和董思锦都知道有人在拍摄 但是没有任何反感 我昨天就指出他们的那种状态似乎很享受被别人拍摄这种感觉 换句话说他们是同意人家拍摄的 另外有网友爆料指出 有趣的是接拍者是专业人士 发出来征得了他们同意的 还留下了联系方式 大概率是女的同意拍的 且是女的留下联系方式 短视频引起注意后 事主联系删除 接拍者也立即删除了 从这位网友的爆料情况我们来看 公布的接拍视频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侵权问题 正如网友所指出 已经火了的视频怎么可能无人转载 估计没想到火 为了每一下搞得身败名利 说白了 摄影师以为是拍到了爱情故事 结果呢 事情发酵之后 演变成了一桩爱情事故 因为关于胡继勇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呢 咱们还是得说董思锦的情况 虽然呢 这有点不太正常 不过 但又话说回来 董思锦身上的料也的确是够多的 大陆华商报大风新闻 在今天从环球公司得知 涉事的董思锦也被停职了 在接受纪委调查 环球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呢 说公司正在开会研究 不过环球公司会研究出什么样的结果 目前还不知道 另外 针对网络传闻 董思锦的父亲是中石油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石油大学今天在官方通报当中 也进行了否认 表示呢 经查 董某某与其在校研究生导师 无任何亲属关系 对官方的通报 跟导师没有亲属关系 大家相信多少呢 另外 中石大通报当中 还有至少两点没有澄清 董思锦是不是藏族身份呢 他是不是因为得到了加分 才进入到了中共985211大学 这个中石油大学的呢 有网友嘲讽 董小姐是北京高知家庭 家庭条件很好 还是少数民族藏族高考加了分 但是长相没有什么藏族特色 董思锦家庭条件好呢 昨天我就谈到了一些情况了 董思锦的花钱像流水一样 除了昨天说到的网络炫耀 名贵珠宝首饰之外 他在街拍视频当中的那款方形手包 眼前的网友认出来了 疑似Lady Dior的戴飞包 是2021年的新年限定款 这款包包当时官网售价 是人民币44,000元 现在的代购价格 也在39,000元到44,000元之间 董思锦自报 在北京SKP的消费积分超过了240万 平均月消费近9万元人民币 有知情网友指出 SKP的积分是每消费一元积一分 也就是说过去的四个月中 他仅在SKP一家商场就花费了240多万 另外根据董思锦的炫耀 两个淘宝号已经花费了106万 董思锦的生活简直就是灰金如土 不过除去灰金如土的开销 平常医美之类的各种保养 他做的也是很到位 今天有网友在知乎上晒出了 董思锦全家的照片 看背景啊 应该是在美国知名的旅游景点 大峡谷拍摄的 照片中的那个董思锦 跟街拍视频中的董思锦 简直是判若两人 或许是因为曝光度的原因 和使用广角镜头 有些走形 再加上董思锦当时的那个发型 照片中的董思锦形象的确很一般 难怪有人曾经说他是仇女 而现在的形象是二次加工的结果 有网友表示说 昨天在中石油加了250块钱的油 7块5毛2一升 共加了33升多 其中至少得有3升 给他们养小美了 另一网友也嘲讽 今天我们才知道 原来油价中还有这么多费用 含了小三的消费税 旅游税 商城购物税 名牌包包税等等 自己花钱了 结果给他人找小三 连手都没有摸到 真搞笑 其实啊 董思锦和胡敬勇亲密牵手 被截拍 火了成都 又黄啊 发生了牵手门事件之后 网友呢 用董思锦连衣裙的花色 和胡敬勇T恤的颜色 用在了中石油的logo上 其实说起来 胡敬勇和董思锦呢 是太大意了 如果低调一点的话 谁会注意到他们呢 中共的官员当中 有几个不包养小三的呢 别说包养一个 上百个的有没有 有几个是干净的呢 中共官员有几个不腐败的呢 所以呢 要怪他们真的不能怪别人 只能怪他们自己 说到腐败呢 我们就再说说 中石油的这个腐败情况 只要大家搜索 中石油腐败案 就会看到一长串的案例 最早是2013年3月20号 中石油旗下 昆仑总经理陶玉春的腐败案 拉开了中石油腐败案的序幕 随后 2013年8月26号 中石油副总经理兼 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被调查 8月27号 中石油副总李华林 中石油副总监 长庆油田总经理阮新权 中石油总地质师 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 王道复同时被调查 随后在2013年的9月1号 中共国资委主任 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被调查 接着在12月17号 中石油总会计师 温清山夫妻被带走调查 2015年3月16号 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总经理廖永远被调查 2019年的2月12号 中石油集团规划计划部 副总经理胡永庆被调查 3月19号 中石油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经理 曲广学被调查 3月22号 中石油集团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李新华被调查 等等等等一大长串 在中石油这系列窝案当中 蒋洁敏的官职呢 目前是最高的 蒋洁敏本人被控是受贿 1404万元 但是事实上啊 蒋洁敏的个人财富 有数百亿之多 他在中石油期间 将所有的石化项目 都非法承包给了自己人 他个人年入是几十亿 蒋洁敏身上还背负着多宗命案 在2015年4月13号的庭审当中 蒋洁敏是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也供出了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长期把持中石油行业贪污腐败的一些情况 根据新京报当时的报道 中石油系蒋洁敏等油耗子帮助周永康的儿子周斌 和侄子周峰等人 获得油气田区块 非法获利7.6亿元 大家知道这个7.6亿元这是公开的数字 事实上仅辽和油田这一项周斌就收获满满 他在蒋洁敏的运作之下 价值3000亿元人民币的辽和油田 周斌仅用了1000万元人民币就拿到手了 此外呢 蒋洁敏主长中石油期间 直接从中石油帐内 为周永康提供迫害法轮功的资金 从1999年到2002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开始 周永康就极力推动并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在周永康的任内 四川成了当时全国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周永康掌控中共政法委之后 不仅劳教滥尸酷刑精神虐待法轮功学员 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 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从以上的腐败不安 我们就可以看出中石油早就烂透了 但要说烂呢 最腐败的阶段 其实还是周永康掌控中石油的那13年 1985年到1998年 中石油一直都是控制在周永康的手中 后来随着他的步步高升 中石油中石化都成了他们家族的攫取利益的所在 根据媒体解密透露 周永康任中共政法委之后 对石油系统的控制没有任何减弱 为什么 因为掌权者都是他一手栽培的 提拔起来的 也就是说周永康是中石油腐败的鼻祖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中石油啊 这只是我们现在说到了胡继勇的案例 才多说了这么几句 实际上中共控制的中国 哪不是一样啊 《红楼梦》里边呢 柳湘连说宁国府腐败透顶 用了这么一个说法 他说只有门口的石狮子是干净的 大家看看现在中共控制的中国 还找得到石狮子吗 然后以上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干净世界的新闻看点频道呢 都会同步播出 而且会提前播出 大家也可以直接到干净世界来收看新闻看点 我也希望大家呢 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帮助新闻看点尽快成长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我们会把重心完全的放在干净世界这边 因为有的平台不友好 对我们经常有各种打压 有很多大家关注的话题 有很多敏感的视频画面等等 我们不敢向大家展示 我们的不敢完全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 我们只能通过迂回的取避道 拐弯抹角的向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呢 经常感觉到不够过瘾 这就是我们要培养干净世界新闻看点频道的想法 一个原因 我们要让大家呢 在安全可靠的地方看我们节目 听我们分析事实来讲清真相 这个地方我们选定的就是干净世界 为什么推荐呢 因为这是一个华人组建的一个社交平台 这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一个这是非常丰富的资源库 里面有非常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节目 非常的好 其中包括很多免费的电影 里面有很多好莱坞的大片都是免费的 我呢每周啊都会选定一个时间要看一部电影 所以呢我也推荐大家来看看这个平台 欣赏里面的电影 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 适合任何一个年龄层 无论是老人年轻人还是孩子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 只能汲取到营养 不会受到任何的污染 这是无毒无害 无暴力无色情的一个非常干净的平台 如果您是第一次登陆干净世界呢 那么我还建议您使用邮箱可以注册一个账号 这样您不仅可以看我们的节目 还可以给我们点赞留言 我们呢以后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活动 大家呢有了账号以后都可以直接参与进来 非常方便 邮箱可以是任意的邮箱 安全问题呢大家不用担心 您的个人信息是不会被泄露的 干净世界呢很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这一点跟其他平台是有绝对的不同的 所以大家尽管放心使用 那最后我还是提醒 也是恳请大家 可以多多的关注我的推特 at沐阳909 链接我每天都放在视频下方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 好了观众朋友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 明天再会